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视调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日前在报告中指出 受苹果和三星出口增加的推动 印度制造智慧型手机出货量在2024年同比增长6% 仅苹果和三星就占印度智慧型手机出口的94%左右 这两个品牌都大幅扩大了在印度的制造规模 以符合该国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并加强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的目标 印度政府的PLI生产挂钩激励计划 鼓励全球制造商在该国建立或扩建生产设施 这些因素都助推了当地制造业的增加 从厂商表现来看 Counterpoint Research研究分析师Tanvi Sharma在评论制造商时表示 2024年三星继续巩固其在印度电子制造业的主导地位 在出口增加的推动下同比增长7% Vivo占据第二位同比增长14% 占据14%的出货量份额 这要归功于线下零售的扩张和分销网络的加强 根据他们的出货量追踪数据 Vivo还在2024年印度智慧型手机出货量中占据榜首 在苹果的支持下 富士康的制造量在2024年同比增长19% 富士康计划建立智慧型手机显示 模块组装以增强本地制造能力 然而OPPO下滑至制造商第四位 出货量同比下降34% 原因是来自其他品牌的激烈竞争 以及OPPO和REOM的代工贡献增加 DBG的出货量在2024年也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这要归功于扩大与小米和REOM的合作伙伴关系 该机构高级研究 微信师Priker Singh在评论市场动态时表示 全球主要智慧型手机制造商正日益实现生产多元化 以确保供应链更具弹性 并将过度依赖单一国家带来的风险降至最低 印度是一个绝佳的制造目的地 因为其本地市场巨大 劳动力成本低廉 政府还推出了旨再增加本地制造业的优惠计划 预计到2025年 印度智慧型手机制造业将实现两位数增长 同时本地附加值也将不断提高 市调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在报告中还指出 预计到2025年 全球三分之一的智慧型手机出货量将支持GenAI 销售量将超过4亿部 相比之下 2024年 全球五分之一的智慧型手机将支持GenAI 该机构称 预计苹果和三星将在早期主导GenAI智慧型手机市场 利用其在高阶市场和发达市场的强大影响力 他们的领导地位 源于深度生态系统整合 无缝的硬体软体优化和忠诚的高阶消费者群体 这两个品牌都在通过Apple Intelligence和Galaxy AI积极投资GenAI 他们将在2025年通过定期作业系统更新和分阶段推出新用力 继续扩展其AI功能 预计GenAI智慧型手机的普及将在2026年底或2027年初开始 主要推动力是小米 Oppo Nivo 和荣耀等中国品牌将GenAI功能扩展到中阶智慧型手机领域 随着价格实惠的GenAI智慧型手机成为主流 整体出货量增长将加速 导致苹果的市场份额在中期内明显下降 从不同区域来看 Counterpoint Research认为 北美、西欧和中国可能会引领GenAI智慧型手机的初期出货量 预计中国将迅速采用GenAI智慧型手机 这得益于本土OEM厂商积极整合AI 制造商之间的激烈竞争将加速先进 AI功能引入中阶设备 速度快于其他市场 中国主要智慧型手机品牌 已经开发了自己的内部LLM模型 苹果为了不在未来落后其他手机品牌厂商 也已经在晶片硬体规格方面开始行动起来 据海外媒体WCC FTECH引述相关分析师的说法报道称 今年下半年即将推出的苹果iPhone17系列 所搭载的A19系列处理器 将会采用台积电N3P第三代3奈米工艺制造 而明年iPhone18系列所搭载的A20系列处理器 才会采用台积电的2奈米制程代工 根据台积电披露的资料 2奈米制程在相同低压下 可以将功耗降低24%至35% 或将效能提高15% 电晶体密度比上一代3奈米工艺高1.15倍 这些指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台积电的新型全环绕炸集GAA奈米片电晶体 以及N2NinoFlex涉及技术协同优化和其他一些增强功能来实现 价格方面 消息称台积电2奈米晶圆的价格超过了3万美元 目前3奈米晶圆的价格大概在1.85万至2万美元 两者价格差距明显 半导体业内人士预计 由于先进制程报价居高不下 厂商势必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下游客户或终端消费者 另外 之前摩根士丹利发出的报告称 2025年 台积电2奈米月产能将从今年的1万片市产规模 增加至5万片左右的量产规模 由于产能爬坡以及良率提升都需要时间 2025年 苹果iPhone17系列的A19系列处理器 可能不会采用2奈米制程 只是会升级到3奈米家族的N3P制程 到目前为止 台积电在晶圆代工技术方面 一直是占据领先地位 有传闻称 台积电的2奈米市产良率已经达到了60% 有望在今年年底实现量产 作为高阶智慧型手机市场的领导厂商 以及台积电的第一大客户 苹果可能会率先采用台积电的2奈米制程 虽然此前 GF Securities分析师Jeff Peo称 苹果明年推出的A20系列处理器 仍将会采用台积电3奈米制程 但是近期其修改了该说法 他现在认为 苹果A20系列处理器将使用2奈米工艺 不过并未说明是否仅仅20pro才才会采用2奈米制程 另一位分析师天风国际证券的顾明机预测 并非所有手机都会采用成本高昂的尖端晶片组 因为每片2奈米晶圆的成本估计为3万美元 鉴于2奈米晶圆据说再比3奈米也有着更高的要求 台积电正在与时间赛跑 以便在其在台积电2奈米晶圆厂启动并运行生产 一份报告称 随着台积电宝山和高雄工厂的全面营运 台积电可以在2025年底将2奈米晶圆的每月产量提高到8万片 其中新的Cyber Shuttle服务 据成会于4月开始 这允许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在同一测试晶圆上 评估他们的测试以节省成本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 距离iPhone18发表还有相当的时间 计划可能会在眨眼间发生变化 因此需要继续关注未来的更多讯息更新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